如果每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那别人让你演什么就演什么,不是很好笑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喜好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权利。 你考上这一天,你当然就要服从这儿。我们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这里不存在,就像他说的说,我们要哪件事是我的权利,哪件事是他的权利。 因为教育本身就规定了一权利。现在他提出疑问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现在突然间成名了,他就开始要件,就开始把明星的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忘记自己是学生。 我是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可能太年轻,方法不太对。怎么说呢?我只不过是觉得我跟学校没有更好的沟通吧。 北京电影学院为该校三四年级的学生签订合同,安排学生到剧组实习,已经是多年来的惯例。 这份外界劳务合同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您什么时候来的这些? 七八年。 七八年,那时候有这份合同吗? 那时候就有。 然而随着电影的市场化,学生们在一演员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就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由于经济人的介入,学生们在市场上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因此,学校代替学生签约的约束力受到了削弱。 教员们辛辛苦苦地为每个学生去寻找实践机会的时候,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提出过反对意见。 包括我们的很多很有名的演员,现在都是大影星的演员,没有过这样的有错。 你看好多人过去,在上学的时候,教员什么,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有错? 那么赵薇本人和电影学院的学生,对学校的做法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无所谓的吧,因为我觉得做自己的事情让别人说去吧。 不管怎么样,做学生我觉得这样做跟系里的教员也好,意愿相违背的话,这个我觉得做学生方面它不是特别到位。 只要是学校安排肯定有它的原因,而肯定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做学生嘛,做学生也有天职嘛,也挺老师的嘛。 就是你如果要选择自己的路,就是办自己愿意的事,起码要在毕业以后嘛。 市场经济的运作使越来越多的像赵薇这样的学生有机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获取经济利益。 而新的形式对学校的管理体制也形成了处查中。 今年年初,北京亚环影音公司准备请赵薇参加电视剧《财神道》的演出,并为赵薇量身编写了剧本。 三月中旬,亚环公司来到赵薇的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签订了继用赵薇出演《财神道》的合同。 根据合同,亚环公司向电影学院借用赵薇三个月,每个月付给电影学院五千元,总计一万五千元的费用。 而记者在合同上并没有看到赵薇本人的签字,也没有关于赵薇片酬的任何约定。 一切准备就绪,财神道如期开拍。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赵薇他一直不来,所以这样的剧组子一直在等他,而且电影学院一直向我们说,赵薇肯定会来,因为惯例将来,因为电影学院跟我们签的合同,剧组子一直在等他,但是赵薇一直在等他。 于是财神道剧组一边开机拍,亚环公司的学校,希望学校能够履行合同。 我们就找赵薇谈,是他有点不太同意,我们那个七主人给他谈了,有一次晚上谈了,晚上都很晚很晚才走。 赵薇他做了好多工作,给他讲了好多做人的道理,前面做哪些都不对,让他做了检查,自己也写了检查,后来他也表示,愿意上财神道这片子。 赵薇还是没有到剧组报道,亚环公司被迫更换演员,此时就因为赵薇他们已经损失了110多万元。 为了挽回这意外的损失,亚环公司只好将北京电影学院告上了法庭。 要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学校跟我签了,而且拖了我们这么长时间,就是说你签合同,说。 我是他们签完我才知道的。 电影学院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学校给赵薇安排的实习任务。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接受这份任务呢? 据了解,在这段时间里,赵薇是在参加电影《原妙不可言》的拍摄,学校对赵薇的行为十分不满。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电影学院对学生外出拍片始终进行着规范化管理,按照规定,学生拍片要经过学校的批准,而赵薇出演《原妙不可言》却没有经过学校的同意。 教员们在千方百计的学生去找寻实习的机会,这就要和社会结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教员们在这方面花负了很多苦心,为学生做了很多牺牲。 任何学生都有选择他自己的。